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增值税的第五节 那就是简易计税方法 那和上面的第四节一般计税方法相比 这一节呢学习起来我们的感觉就是轻松了很多 它确实内容也少很多 因为简易计税嘛 那我们从这一节它的考试的这种提醒来看呢 一般是选择题的为主 那在综合题里面考到一般纳税人的综合性业务的时候 个别的也会有简易方法的 那比如说像不动产的这种租售 涉及到银改增值钱的老项目的也可能会有简易方法 但是综合题里面不以它为主 所以在这我们就把这个本节的内容呢 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下 那就是简易计税它主要适用于增值税的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都是简易计税 但是呢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它列举的一些业务也可以用简易方法 所以咱们先来说关于简易方法的一般问题 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的 所以选择题为主的我们来看看 首先简易方法它怎么来算应纳税额呢 很简单 计税依据那就是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然后乘以征收率 那增值税的征收率 我们在前面的第三节已经都介绍过了 它是有征收率有两档 3%的5%的 所以在价税分离换算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用3%或者5 一般情况下都是3%的 这个5%的多数是用于不动产项目 但是有个别的它也不是不动产项目啊 那我们后面会提到特殊的 另外在公式当中所提到的含税销售额 那它有可能是价款 也有可能是价外收入 对吧 价外收入在我们一般计税里都说了 它肯定视为含税的 那在简易计税当中 这个价外收入一样也视为含税的 只不过价税分离的时候 是除以一加3%或者除以一加5% 另外说到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它肯定使用简易方法 不过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个小规模纳税人 它是有这一些普惠性的优惠政策的 这个政策在我们的2023年 它的具体情况 写入了咱们今年教材的第九节里面 那就是小规模纳税人在2023年这一年里面 它的征收率不是3% 而是减按1% 但是它也不像我们2022年那样免税了 另外它的起征点 起征点那就是月销售额10万 季度就是30万 那要没有达到这个起征点的 它是不交增值税的 达到起征点的才是需要交的 所以起征点是不到不征 达到正常的全额征收 那全额征收是多少呢 也就是按1% 所以在小规模纳税人的这个问题上 我们有可能现实生活当中 你会经常的遇到 但是我们考试里面 考小规模纳税人的这种情况是极少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提一下了 既然是简易计税 所以它的计税应该很简单的 那就是刚才说的不含增值税销售 我直接乘以这个征收率 那它没有什么差额计税的事 也没有什么可以在税额里扣减的事 但是呢 在我们简易计税下 有这么一些叫做特殊性的问题 这个特殊性问题主要就围绕着 在计税依据里面它有差额的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前面的第三节里面 是有所涉及的 所以这呢 可以说是把第三节的内容 咱们再给回顾一下的 比如说你建筑服务 本身简易计税就是3% 但是建筑业要是在简易计税的情况下 那它有分包额转包额 它是可以差额计税的 好那再有就是物业服务 它是简易方法下是按3% 但是物业它要是代收了这个自来水费 这是要转给自来水公司的 所以这个是可以差额扣除自来水费的 另外小规模纳税人 你要是从事这个劳务派遣服务 正常的情况下 你可以按3%全额交税 但是呢也可以差额计税 但这个差额计税的时候 就用5%了 所以它不是不动产项目 但是呢它的征收率也用到了5% 那这个差额就是把我们 全部价款价外收入扣除 给这个用工人员的工资啊 社保啊住房公积金这个差额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是简易办法 按5%的 那这就是咱们说的不动产的这些叫做老项目啊 它要是进行转让销售 银改增之前的那就是叫老项目 所以他们就可以差额 用现在的卖价减去延安的卖价 好这样的在简易计税方法下 3% 5%的征收率这个不特殊 但是特殊就特殊在它的计税依据有差额 所以简易办法下还差额计税的 我们列出来了这四项内容啊 另外呢在简易办法下 我们还有一些的叫做减征的 税额减征的 这实际上我们在第三节里也都见到过 所以这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就行了 你比如说纳税人 你要是销售自己使用过的那个固定资产货物类的啊 不是这个房屋建筑物的 而且呢它买的时候没有抵扣过镜像 现在卖可以用简易办法啊 那这个简易办法就是3%啊 但是呢啊现在是减按2% 所以这个地方它也是减按2% 那么价税分离的时候 是把售价除以加3%乘以2%啊 另外还有一个减征的 那就是个人出租住房是按照5%的减易办法 但是呢它可以实际征收的时候 是吧减到1.5%来征收 那还有呢就是更低的 二手车经销单位销售二手车 所以我们的这个减征率是吧 都不是2%啊1.5了 而是0.5%啊 那么这点呢是0.5%还有一个特色 那就在它进行这个叫做价税分离的时候 它不按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征收率了 是吧征收率不是3.5% 但是呢它这个是按照实际减征率来进行价税分离 好这些呢我们都在第三节举个例子 所以在这不再重复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想给大家补充一个 就是作为一般纳税人 他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既是一个经济体当中的购买方 他也是一个经济行为当中的销售方 那他的上一家有可能是一般纳税人 他的下一家也有可能是一般纳税人 所以两类纳税人之间的业务往来 那到底这个小规模纳税人你采用的简易办法 和一般纳税人采用的一般计税 他们之间呢如何来发生相互的这种关系 他到底有没有我们所说的叫做链条呢 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啊 假如说一般纳税人 你呢是作为销售方 是吧 不管你销售的是货物服务劳无形资产不动产 他都是用简易办法 所以就这两党征收率啊 那你销售的行为要开具发票 但不能开增值税专有发票 那我们一般都是普通发票 但是呢 伴随着咱们这个整个税务 这个信息化系统的提高 所以作为小规模纳税人 他也有叫做自开专票的啊 那作为这个不能自开专票的 那就是税务机关去代开专票 所以在小规模纳税人销售当中 你开的这个票据 不管是什么样的 甚至是你不开票 你该怎么交税怎么交税 3% 5%的 但是呢 你开的是不同的票 对下一家购买方影响是不一样的 如果这个购买方是一般纳税人 你取得的上一家小规模纳税人的是普票 这是不能抵扣进向税额的啊 虽然一般纳税人在购买的时候也负担了支付了3%或者5% 但是你这个抵扣凭证不对 所以不能抵扣 那如果说你取得了是这种自开的或者代开的专票呢 那当然一般纳税人是可以抵扣进向税额的啊 因此抵扣进向税额的时候啊 按多少给呢 那就是上一家交了多少 那我们下一个链条上你就支付了多少 所以上一家是按3% 那你就按3% 上一家是按5% 你就按5% 那我们在2023年 小规模纳税人 他是多少 他是减按1%来交增值税 所以上一家呢是1% 那我们一般纳税人抵扣的时候就可以按1% 总而言之以票抵扣 上一家票上是多少 我们作为一般纳税人进向税额 符合抵扣要求的 那就可以以票抵扣 那作为一般纳税人 如果说我们的销售的对象 服务的对象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那你就不要管他是谁了 我们都是按照销售行为 来考虑的 所以咱们销售方是一般纳税人 那你销售的是货物服务劳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你只能是按你自己的叫什么呀 叫做一般计税方法 是吧 那就是你要算销项 13%的 9%的 6%的税率 然后呢 来抵扣你的相应的近象 所以你给小规模纳税人 进行销售行为的发声 是只能开出普票啊 不能开专票 你给他开专票没用 他是简易办法啊 这样呢 两类纳税人之间的业务往来啊 如果说我们从考试的综合题来讲 肯定考的是一般纳税人的综合题 因此他有可能告诉你 他是从小规模纳税人购买的 但这种情况呢 比较少 但是更可能告诉你的呢 那就是他向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了 这种货物服务 劳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销售行为 下一件是小规模纳税人 千万不要受影响 你要知道 我们作为一般纳税人 自己该怎么交税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在 本节第一个知识典里 给大家要提到的 那就是 简易 计税办法 它适用于增值税的 小规模纳税人 如何来计算税额 以及他的一些 叫做特殊情况 比如差额计税的业务 特殊 还有呢 就是减征的情况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在 本节的第二个知识典里 那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作为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他要采用一般计税方法 但是咱们列举的这些项目呢 他是可以选择简易办法的 因此这样的问题 那就是 考试当中的选择题 也是经常会有命题的 当然 一般纳税人呢 你是在销售行为当中 是吧 下面的列举的 你是选择了 简易办法 你也可以不选 是吧 你选择正常的 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选择之后 那你是36个月内 不能变化的 那我们教材呢 把这部分呢 就一般纳税人的 简易方法 一共是30多项 30多项 列出来了 那我想呢 为了大家学习 比较方便 我们给它归归类 所以呢 我们归类如下 一个就是 一般纳税人销售特定的货物 它是可以有简易方法的 这些特定列举的货物 就是我们考试当中的一类题目 那这块呢 没有什么更多的 要向大家去讲的 但是你要注意 有一些细节问题 比如第一个 那就是电力的生产 那它得是县级 以及县级以下的 这种小型水力发电单位 那我们有一年考题里面 就是考的是县级以上的 就是一字之差 是文字的事啊 那其实也是我们对这个政策 是否理解的事啊 另外就是 资产的建制用和生产建筑材料的 这种叫什么呀 沙土石料啊 以及以自己采决的沙土石料啊 然后连续生产什么砖瓦 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不同特点啊 那一般纳税人 对这些销售的货物 之所以税法规定 让他选择简易方法 那就是他们在 这个购进原料的时候 这个环节啊 他的原料往往是 无法取得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啊 因此这样的情况下 让他按销项 13%去算销项 那他没有 这个上一个环节的专用发票 所以呢 抵扣不了进项 那就可以选择简易方法啊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这几个 这都是上一个环节 很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及这第四个 自己用什么微生物啊 微生物的代谢物 动物毒素啊 这样的来制成的生物制品 这个怎么能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很难的啊 那自产的自来水 以及自来水公司销售的自来水 自来水它是纯天然 然后经过这个特殊处理啊 所以这样的自来水 这都是我们的自来水公司 相当于咱们的公用事业单位来提供的 那再有呢 就是自产的叫商品混凝图 以及呢 咱们下面的列举的这些啊 咱们不一个一个念了 但是有一些还是要给大家提醒一下的啊 你比如说 咱们提到了啊 叫做既售商店是吧 代售的既售物品啊 那这个从目前来讲呢 它不是叫选择检疫方法 它是一定检疫方法的啊 那还有就是典当行销售的这个死大物品 死大物品相当于就是典当行 它有所有权可以处置的了啊 它不是作为一个这种抵押物的啊 那还有就是生产销售批发零售啊 这种叫做抗癌药品是吧 以及罕见病药品呢 他们也是可以选择这个检疫集税办法的 呃 另外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啊 就是这个废品收购债是吧 他们你想想 他收废品很难取得增值税的专用发票 所以他在卖可以选择检疫方法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货物的啊 一些列举的可以选择检疫方法的 那么说到这个服务的呢 咱们也是对列举的特定服务可以选择 你比如交通运输服务里面 这个交通运输正常是9%吧 是吧 那么现在呢 他说了像公共交通 那就可以选择检疫方法 检疫方法是多少呢 那就是3% 那这个公共交通肯定是指客运啊 像什么公交啊 地铁啊 出租车啊 长途车啊 以及呃 城市轻轨 这些都是可以检疫方法的 那因为他们要按9%算销项 而他们的进向是吧 这些公共交通运输的工具 好多都是银改增值钱的了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它是 为公共交通服务的 所以可以选择检疫方法 但是像这个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啊 这种大交通 这是不能够选择检疫方法的 只能是用我们说的啊 9%交通与输业 好 接下来 那提到了这个建筑服务里面 也有检疫方法的 只不过它是列举出来的 这几项才可以选择检疫方法 第一个 那就是叫做轻包工方式的这种建筑服务 是吧 这个像我们一般家装所采用的 那就是料 主料是咱们的服务对象啊 相当于客户自己去买 那作为装修公司呢 主要是包这个施工啊 那这样呢 还有一些啊 什么水泥沙子这些主料是吧 或者叫辅料 但是建材这块呢 是客人自己去买 这叫轻包工方式啊 可以用检疫方法 另外就是架工工程啊 建筑业的盈改增值钱的老项目 这都是可以检疫方法的 以及呢 这个我们前面是应该提到过 一般纳税人销售自产机器设备的同时 提供建筑安装服务 同时按说应该是混合销售啊 那你的设备呢 是按照13% 是吧 按说呢 你的安装服务呢 这9%就不按9%了 应该按什么呀 混合销售货物 所以都按13% 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 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不按13%也不按9% 而按照这个安装服务选择检疫办法 检疫办法是多少呢 这是3%啊 对 这是可以的啊 另外就是 这样的选择是吧 检疫办法了 你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对设备和安装服务 它是分别计销售额的啊 好的 那关于服务当中 我们按检疫办法的啊 像金融服务里面 咱们也提到了像资管产品的啊 这种管理人发生的资管产品的运营服务啊 这可以选择检疫办法 3% 但你要是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不是运营资管产品 而是把资管 让你管理的钱 你都给带放出去了 那个是利息收入 那个就得按照金融业的6%了 不能够按这个金融服务啊 检疫方法 好 那我们在服务当中 还有现代服务里面 涉及到检疫方法的 比如说这个动漫企业 为开发动漫产品 提供这个什么脚本啊 背景啊 是吧 这样的很多都是属于 人工的服务啊 所以呢 这个是没有什么可抵的进向 可以检疫方法 另外呢 我们这块是 选择题里特别有荣有命题的啊 像电影放映啊 电影院啊 仓储是吧 装卸搬运 收派快递 这些呢 都是可以选择检疫办法的 以及人力资源外包和 这个劳务派遣啊 那这两个的检疫方法呢 有点特殊啊 那就是 它的征收率不是3啊 它是5 是吧 一般用5的都是不动产的业务啊 那它是可以用5的啊 另外呢 像劳务派遣 它可以差额寄税 好 在现代服务里面 我们选择检疫方法的 还有像这个非企业性单位 是吧 比如说研究单位 高等学校啊 它里面的一般纳税人 提供的研发技术服务啊 以及信息技术服务 见证咨询 还有这个销售技术 著作权等无形资产 这是可以选择叫做检疫方法的啊 那么这样的选择检疫方法也是3% 那么像这样的单位 它呢提供叫做技术转让 以及呢啊 技术开发和这个转让开发有关的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它们也是可以选择叫检疫方法的啊 正常的情况下 它们都应该是6% 但是呢 它没有多少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所以可以选择检疫方法啊 那对于这个技术性的 我们不仅在增值税里面是吧 有这样的要求 其实增值税对技术转让这块呢 它还是叫做免征增值税的啊 那我们在企业所得税 也对这种自主研发的技术 进行转让 有优惠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它是属于我们现在比较重视的 但是要作为选择题命题呢 那你也要看清楚 是不是咱们列举的这些属于非企业单位的 这个一般纳税人的这些技术性的业务啊 好 那我们在有关于这个服务里面 还有生活服务当中有检疫方法的 比如说像文化体育服务 那这个文体服务是吧 演出啊表演啊 这是文化 那这种体育比赛体育啊 他们也是可以选择检疫方法啊 3%啊来交增值税 以及呢提供的教育辅助服务 非学历教育服务是吧 这些呢都是可以选择检疫办法的 当然你不选你就用一般计税也可以 一般计税是可以抵进项的 选检疫方法是不能抵进项的啊 但是在教育当中如果说是学历教育是吧 诶 学历教育啊 我们是从高中开始就是非义务教育阶段了 是吧 义务教育是小学加初中嘛 这样呢 你高中是吧 大学研究生博士生 这个学历教育都是有付费的啊 而这样的收费呢 学校都是叫做免税的收入 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提到关于可以选择检疫方法的 除了服务我们还有不动产业务 不动产业务里面呢 它的检疫方法的征收率 注意啊 不动产业务啊 它是5% 咱们不是3%了 那什么样的这种不动产的业务 是可以选择检疫方法的呢 一个 那就是盈改增之前 你取得的不动产是出租 另外就是出售 所以前提条件都是盈改增之前的啊 那这样呢 在盈改增之前的不动产出售的时候 它还可以差额继税的啊 但是出租呢 那是不能差额继税的 另外房地产企业要是开发的 是盈改增之前的这个老项目 它也是可以选择检疫继税方法啊 这都是5% 因为都是不动产业务嘛 另外呢 像这个围田海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然后呢 开发房地产项目是吧 这个一样也是啊 只要盈改增之前的 咱们都可以选择的是 检疫方法5% 因为那个时候你的 购进的施工服务啊 设计服务啊 它都没有进项税可以顶啊 好的 那在不动产当中呢 我实际上这个不动产 这是不动产租赁 那就是关于这个路桥闸的通行费 它是可以选择检疫方法的 那它指的是 去盈改增之前 你已经开工的这些路桥闸 今后收取的通行费是可以检疫方法 但是呢 这里面要注意 要是高速路的话 它是按3% 其他的路桥闸收费呢 它是按5% 这是不太一样的 这我们在讲这个 进项税额抵扣的时候 都已经提到过了啊 以及呢 这个融资租赁 是盈改增之前的业务 好的 在整个的一般纳税人 你所销售的行为当中 还有一个 就是销售 无形资产转让 无形资产 他们所涉及到的 可以检疫方法的 那就是盈改增之前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好 这样 对于这个检疫方法 那我们从考试的选择题上 要是命题 一般都会考你的 是咱们这个第二个知识点 那就是一般纳税人 选择检疫方法的事项有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个 2020年的单项选择题 那问的这个ABCD 四个项目 你看它每一个项目 文字都不多 但是呢 你有的时候觉得 我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 就有点拿不准 那你注意这个单项选择题啊 咱们可以用叫做排除法 你比如说销售矿泉水 我们刚才说了自来水公司的 自来水 它是可以叫做检疫方法的 那没说这矿泉水 那就不要选择 另外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沥清毁民土 我刚才说的是一个商业毁民土 见到过 是吧 沥清毁民土这没见到过 但是你说我这拿不准 那我们是不是肯定见到过 轻包工方式啊 那我刚才举个例子啊 比如我们家庭这个装修 装修当中 你施工队收你的啊 就是这个户地砖啊 做防水啊 那这些他是轻包工业物啊 你自己买的这个主材啊 那还有就是出租叫做银改增以后的不动产 这肯定不能够按检疫方法 所以这个在解释当中啊 你可以自己看一看是吧 我们对于A和B的解释 那他肯定不是可以选择减疫积水的形式 好 那我们在近几年考题里 这块还出过多项选择题啊 一样也是问你 纳税人下列哪些事项可以选择减疫积水方法的 那比如A选项 我们刚才应该是提到过吧 非企业单位是吧 他提供研发和技术服务 那自来水公司的刚才也提到过呀 那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 这可没有提到过 他可以这个检疫方法 他都是正常的按照6%来算消消税 而架供工程是吧 这个也是见到过的 他跟刚才那个轻包工 都是可以就是选择检疫方法的啊 好这样呢 我们正确的按选择的是ABD选项 可以说我们本节内容的学习啊 虽然比较轻松 但是呢 由于我们这个叫做一般纳税人 可以选择减疫积税的项目比较多 30多项呢 所以大家学习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 一个是我进行了归类 另外就是最主要的 你要清楚他为什么可以选择减疫积税 那就是他在本环节 如果要是按一般计税 他上一个环节的这个进项税罗 他很难取得啊 所以他是可以选择减疫积税的 好那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就带领大家学习到这里 很多东西啊 有关系的这个进项 未经许的这种进项 我们可以选择得到这里 就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从环节的进项